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枪打出头鸟,美国从去年就开始打压华为 先是在加拿大扣刘孟晚舟引渡美国 随后便将华为加入了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美国销售 但特朗普恐怕没想到的是,华为在2019年人活得不错 于是,今年5月,美国再对华为制裁加码 只要外国公司使用了美国芯片制造的设备 给华为供货钱,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 受到美国第二轮制裁的影响,于承东表示 9月15日之后,华为麒麟高端芯片,火成绝版,没有芯片 华为等于失去了心脏,难道华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018年12月,孟晚舟被拘,孟晚舟给任正非传消息 吧,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你,要小心 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任正非却表示这不是最危险的时刻,还是最佳状态 在接触央视采访时,当主持人白眼松问到 孟晚舟事件发生以后,华为是不是到了最危险 最困难的时刻,任老却笑着回答 不会,孟晚舟事件没发生的时候 我们公司是最危险的,主要是懈怠 员工有钱了,不服从分配 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工作,现在我们公司群体振奋 各个战斗力在蒸蒸日上,是最佳状态了 对任老而言,孟晚舟是她的女儿 但她认为,让贫穷的老百姓去救一个有钱的华为 良心上过不去 曾经还有人提认正非让步,来换取女儿自由 任正非直言,我绝对不会牺牲大家的利益 换取孟晚舟的自由,已经做好这辈子 见不到女儿的准备了 这就是人老的格局 她认为,一个国家能走向强大 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 对此,你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